巴基斯坦爆出了這個重大的船難事故 有一艘載著百人的船隻 他們其實是準備要去參加婚禮 沒想到在半途中翻覆 釀成至少20人死亡 以及30人失蹤 巴基斯坦當地時間18日 發生一起重大船難 一艘搭載超過千人的船 在沙迪卡巴德的印度河流域翻覆 當局觸動35名潛水員 成功救起超過90名乘客 但仍有至少20人死亡 30人下落不明 據了解船上乘客大多是婦人及兒童 當時他們正要去參加婚禮 沒想到卻遇上船難 至於誠職翻覆的原因尚不清楚 俄國入侵烏克蘭至今5個多月 戰事仍在進行中 而俄國的戰地記者日前就發布了 一段影片指出 親俄的民兵用防空飛彈擊落了敵機 最後卻被打臉擊落的疑似 是俄羅斯自家的戰機 美國智庫外交政策研究所 主研俄羅斯國防政策戰情資深研究員羅伯里 在推特分享一段影片表示 俄國戰地記者帕杜布尼 聲稱親俄的民兵利用遏制防空飛彈系統 在烏東的盧干斯克州 擊落了烏軍戰機 結果原先的捷報被後來一段影片打臉 第二段影片顯示徐獲遭擊落的飛機後 發現機尾為雙引擎配置 並圖有俄羅斯軍體的字體 親俄民兵疑似是精準擊落了自家老大哥的戰機 網友看了紛紛留言 好了這下有迷影可看了 真的瘋起來連自己人都打 真的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歐洲近日遭到持續熱浪的侵襲 而法國西部在18號出現了摄氏42度的高溫 創下了73年來的新高 而西部在野火的肆虐下 也導致許多居民與動物被迫遷離 歐洲近期遭受熱浪侵襲 引發許多災害 在法國吉倫特省引發三名大火 不僅1.6萬名居民緊急逃難 政府更出動了獸醫及照護員 將附近賽馬場及動物園的動物撤離 法國氣象局表示 這次熱浪打破許多地區高溫紀錄 其中西部城市南特18日測到 攝氏42度高溫 打破當地1949年測到的40.3度高溫紀錄 相較之下比較涼爽的英國 也出現超過攝氏35度的高溫 氣象局在哈爾登村測出37.1度 已經逼近史上最高溫38.7度 倫敦有機場因為跑道融化 而造成航班延遲4小時 氣象局更預測 英國本周可能會出現攝氏43度的恐怖高溫 因此已經發布極度高溫紅色警戒 並將這次的熱浪定為是全國性的經濟事件 還是這次貝氏 看到最早的火力 大家可以走 在這次貝氏